傳統淡季 不過手機市場依舊不冷 南韓LG跟日本Sony 都將在4月份發表他們的旗艦機種 除了規格突破之外 來看到LG直接把皮革變成了背蓋 另外Sony依舊主打拍照 還有防水的功能 其他的品牌則是掀起了殺價戰 宏達電推出了史上最便宜的雙卡智慧機 4000塊錢有漲 在暗夜星空下依舊拍得清晰 LG G4機皇28日發表 新預告營造神秘感 但手機卻意外曝光 背面五顏六色除了塑膠款之外 還多了皮革版本打造不同質感 其實質感蠻不錯 尤其是皮革的部分看起來 它的整個比如說縫線那些 蠻有手工的味道 5.5吋2K螢幕 搭上1600萬相機畫素大光圈 傳出將避開容易過熱的高通八核心處理器 不只外型 界面也提前公布 雷射對焦拍照 還有相簿整理 更直覺 索尼利4也出現了間諜照 外型似乎延續風格 差異不大 索尼LG G皇 力拼壓軸三星S6卻傳出閃光燈可能會關不掉 三星官方強調將透過軟體更新修復 而台灣方面並沒有接貨相關反應 他們現在主推來是4G的方案 變成說今天我沒有4G 我以往的3G的產品可能就變成一個市場裡面比較 怎麼說就是比較低接或者是低價入門款的產品 所以自然它的價格就會往下倒 4G G皇競爭激烈 3G手機繼續掀起價格戰 紅大電平價雙卡機 首度殺破4000塊 大陸酷派來台 也同樣打出4000有找 而小米渴望緊跟在後 看來隨著手機推陳出新 價格戰 上半年各家大廠 恐怕都很難避免 東坊財經營 張木祥 中文報導